今天好好带大家聊一聊过滤 因为乔治家的过滤还是比较多的 也比较全面 然后今天就带大家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关于过滤 首先龟缸是需要过滤的 不同的过滤会带来不同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到的现在是一个沼头过滤 沼头过滤就是会让水非常的黄 但是龟会生活得非常健康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缸里面已经长满了绿藻 这些龟身上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上一点 但是绿藻对龟来说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这个缸里面种的是霸王羽 主要是霸王羽 霸王羽的话是主要的主力菌 这个缸也是乔治之前开的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这些霸王羽已经捡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对于这些龟来说 霸王羽就是它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沼头过滤的原理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 水通过下面的这些个石子 阻隔掉大部分的脏东西 流上来的水都是非常清澈而且干净的 但是沼头过滤会晃水会有点异味 这个就可以靠我们的物理过滤加植物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缸就是物理过滤加植物的方式 然后里面羊的主要是草柜 羊的龟还挺多的 然后里面也是用的蛋白棉 主要是蛋白棉的功效 上面第一层羊的是绿螺 中间是蛋白棉和过滤棉 然后最下面是细菌物性循环 整个环境全是给草柜使用的 这个环境给人就是非常简单通透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 草柜们要躲避有躲避 要晒台有晒台 这边这个环境就是乔治的墨西哥蛋龟缸 这个墨蛋缸就是给它一个人住的 这上面用的过滤是我之前第一次尝试的 第一层种的是植物第二层还是给的 这个绿棉和这个蛋白棉 蛋白棉在绿棉下面 然后墨蛋这个缸也是非常通透 这个墨蛋在这里面生活得非常好 喜欢躲在这个沉木下 下面这个就是乔治之前新开的一个草缸 但是这里面的水还是比较黄 因为这个缸是没有加过滤棉或者说蛋白棉的 就是用了一个自带的小型的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动起来 这个缸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这种过滤相比杨龟是没办法使用的 最后一个就是乔治主缸的过滤 主缸的过滤其实是分为很多层的 第一层是养的是绿螺 然后大家可以看第二层 第二层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绿棉 然后把它抬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绿棉上面有很多脏东西 但是这些绿螺的根就可以吸收到这些脏东西 这样的话就能起到一个进化的效果 还有第三层 第三层这里乔治给大家看一下 第三层下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个蛋白棉 蛋白棉主要是吸附水中的脏东西 但是这个蛋白棉我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回来去清理一下 最后就是这些植物的 然后上面流下来的水 基本上都是大的颗粒都被过滤掉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等这些植物去吸收 这些植物的颗粟 颗粟